后来冰层消退的时候 一些沉淀物和沙粒土层覆盖在上面 又进一步增加了梁山的坚固程度 因此梁山相当于其他山体来说 本身就比较难以开挖 二是因为乾陵特殊的木道建造方式 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注意到 前面我们提到的唐朝木年 四十万人以及民国时期 一个现代化整编师 对乾陵的盗决之所以都没有成功 是因为最终他们都没有找到了木道口 木道口是唯一可以直接通往乾陵的大门 就像看陵神兽一样 找到木道口 盗决乾陵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 如果找不到木道口 那只有将梁山给拆了 但偏偏乾陵采取的又是以山至陵的葬制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虽然历朝历代盗墓贼用尽浑身细数 都没有找到木道口 但是1958年的时候 几个农民却在梁山主峰东南边开山炸石的时候 无疑将乾陵的木道口给炸出来了 当时随着一声炮响出现在几个农民工面前的 不是散落四处的乱石 而是几排完整的石条 上面还刻着一些字 很快陕西省文物保护部门就组织考古专家赶到现场进行保护性发掘 但是这个木道考古专家却前后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清理出来 因为它的坚固程度丝毫不亚于乾陵的底宫 乾陵木道的深度有17米左右 平均深度也接近了4米 木道总长度则高达63米左右 整个木道都是用石条由南向北层层跌放 就像一个斜坡一样 考古专家经过仔细清点后 发现这些石条有8000多块 总共跌放了39层 不过木道的之所以如此坚固 并不是因为这些石条 而是因为石条与石条之间的缝隙中 用燕子尾巴形状的铁栓板将它们牢牢栓在了一起 在武则天下葬后 朝廷还命令匠人将一些锡铁高温融化 沿着更为细小缝隙向木道里面灌注 帮助铁栓板和铁棍与石条彻底融为一体 这样建造出来的木道口 别说以古代的盗墓技术能将乾陵打开了 就连现在先进的考古和工程技术 想要打开这样的木道口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总而言之 乾陵以山之灵的藏制 再加上木道的石条之间 是用锡铁支浇灌加固的建造方式 才让乾陵一千三百多年来 刻尽职守地保护着主人的安息之处 从来没有被成功打开过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最后谢谢观看